那我就 慢走慢走 先行一步了啊 慢走 我先行一步了 好 竹子竹子 你干什么 可是 季晓兰太不像话了 不要这样 这样会暴露身份的竹子 她逢场做戏的也就罢了 她现在是假戏真做 竹子不要气坏了身子 别别别别 季晓兰哪 书生本色竟是色了呀 华舍一语中意 的确是书生本色 季晓兰这个伪君子 对 看清楚了啊 知府吴大人的令牌不是假的哦 吴大人有令 不准任何人看莫愁 怎么今天又会令人前来看他呢 我说你这个老头啊 还真是尽忠职守啊 我还真得谢谢你 这样我可以早点回去睡觉了 对了 你去告诉吴罪啊 说这事让他得自个儿来办 我不管了 对了 福康安要摘他的顶带花铃啊 我也不管了 我说这位老头啊 四十大板你是逃不过喽 走走走走走 哎大人大人大人 请您入牢 请您入牢 什么话 请我入牢你揍我呀 哎不不不 请您审犯 请您审犯 这还差不多 阿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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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就是金城兰的季晓岚先生 你是鸡大烟袋 没错是我 你就是那位为百姓说话的鸡大烟袋 如假包换 阿姐 季先生看我写的血状 这不就来了 他呀 好惯 季先生 季先生 姑娘 阿姐 快起来 来 起来说话 去冬以来 我们这就没有下过一滴 前面颗粒无收 很多人都卖儿卖女的 曹廷正在前两 被地方官员侵吞 百姓分不到一门钱 吃不到一克粮 有得活不下去的贝命 抢了梁子 却被物为 ré8 我拼死 杀出一条血管 急骨无脸 哪里知道 哪里知道他们反误你为反清复明的叛贼 将你判了死罪 先生 你怎么知道的 我就知道 季先生最厉害了 是这一招他不新鲜 先生 你现在知道阿姐是冤枉的 你快救他 我是个学生 我一点权力也没有 没有权力 你有智力啊 季大人 你看 官兵 官兵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啊 我也不知道 我看看 季先生 果然把判罪引来了 是你 我 季晓岚 你出卖了我 不 我不是 爱他 季先生 此地危险不予久留 快走 他不是什么判打 他是 他是神来告状的呀 少爷 小心 这 这危险 走 谁来 少爷 把他带走 快 是 你记得 云州的百姓不会放过你的 走 快 副大人 你为什么会埋伏在这儿 莫愁被捕以后 我们知道他手中 有一本非常重要的名册 可是百般拷打他就是不说 于是我们猜想 只要有一个莫愁相信的人去见他 他肯定会说出 名册藏在什么地方 你们在利用我 杜晓月带去的人 莫愁一定相信 我只要跟踪季先生 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手道擒来 傅康安 我告诉你 那名册不是叛党的名册 季先生 您怎么知道 那是贪官污吏的罪证 叛党当然不会在名册上 写明自己要反亲复明 他们肯定会巧立明目 掩护自己身份 季先生的一届书生 未免太天真了吧 胡大人 季母虽一届书生 但善恶我分得出来 分得出来 一个杜晓月区区美人计 就耍得季大学士一愣一愣的 实在是可笑了 好 我不预你做任何的解释 但我告诉你 杜晓月她是无辜的 你马上放人 放人 季晓岚 你只是一名学生 这种事情 还轮不着你管呢 好 轮不着我管 但轮得着皇上管吧 皇上 对 如果你不放人 季某一定要禀报皇上 好 你想见皇上是吗 好啊 恭请皇上 恭请赛岚 客气 废 naj 济云听旨 臣 听旨 济云荒淫无得 有亏之手 着急摘去顶带 各之为民 白娘子 主子 咱们该回去了 白娘子 主子您说什么 白娘子她是什么人啊 白娘子 她就是白蛇白素贞啊 白蛇白素贞 那又如何是我的母亲呢 这 这奴才是什么 如果天下有人能猜出这个谜 那这个人就是纪晓兰 主子 奴才明白了 纪大人 纪大人请起来吧 您叫错了 何大人 这儿没纪大人 这儿只有不一纪晓兰 纪起来 回来 回来 让她去吧 让她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